無人所大使林佳龍跟著學運世代的老戰友周一誠一起逛大道乘商圈 繼續勤走基層 雖然戴著口罩但臉上笑容藏不住 根據新台灣國策智庫公布的最新民調 民進黨的台北市長人選黨內互比狀況下 原本呼聲最高的衛福部長陳時中 知識度下滑剩下29.6% 而無人所大使林佳龍 知識度首度超車陳時中來到41.2% 大勝超過10個百分比 互比式的我想呈現了一個 這個全民他們的支持的一個分佈 那對比式我們也看到其實在 民進黨的支持度上現在是比較低 如果政黨支持度低的話 其實任何人參選也都會受到影響 綠營誰來選北市 疫情成了關鍵因素 陳時中的支持度跟疫情緊緊相連 疫情滿意度低 也呈現在陳時中的支持度上 而林佳龍跟陳時中 支持度出現交叉 如果要繼續等陳時中 恐怕連議員選情也會被拖累 陳下林盛會不會成為綠營的最佳選擇 坦白講真的也不能拖累 因為越拖越久 其實有時候就造成傷害 因為大家等不及 等不及的情況之下也會有傷害 但是也不能因為急的就亂 我覺得與其因為在壓力線上 有人希望趕快提我們就草草的做出決定 還不如真正的提出一個台北市民喜歡 然後適合的人選 等不到母雞 基層焦慮逐漸浮出檯面 綠營首都市長要聽基層名義 還是繼續等一個人 都是兩難 環宇新聞綜合報導